馬利亞說妳去台南 對 我們去台南都說吃什麼溫體牛 溫體牛 但是妳溫體牛之外 妳還推薦別的 對 我一定要去吃土拖魚羹 土拖魚羹 對 而且我跟你講 你知道土拖魚羹是 你炸過以後再放下去 不管放多久 它吃那個皮吃起來 都有一點酥酥的 雖然外面會軟 但是你還是吃到酥酥的 可是我有時候吃到 譬如說我在台北 我吃到他們也是炸過放下去 可是它那個都放不久 就放久了 你吃起來那個皮自己會跑掉 可是台南的不會 而且它的土拖魚好大一塊 然後那個味湯頭吃起來就是 鹹鹹甜甜的 就很符合台南那種 鹹甜鹹甜的烤魚 我跟妳講 所以有的說去南部 真的一定要吃 像我以前比較沒有錢的時候 就一碗好珍惜 現在比較有錢 除了叫一碗 還另外再叫一份土拖魚 那雜質要吃就放在旁邊 是 妳知道嗎 妳姐夾 沒有 台南 沒有魚刺的 直接現炸的土拖魚 你知道有多好吃 沒有魚刺 我非常感動 很好 我沒有住在台南 我是台南人 但好在我沒有住 不然我那天肥的跟什麼樣 真的 芹鹹姐這樣一講我 我真的感同身瘦 是為我一個姐姐感同身瘦 因為呢 她還沒嫁去台南的時候 她很瘦 她嫁去現在好腫好腫 你知道她現在嫁去大概三年嘛 你知道三年前是一尾米露 三年後是一湯的米露 你知道嗎 她好腫 我有說是什麼 我沒講嗎 沒有 她最近有一個那個 怎麼會有火車的生意 剛剛是 為什麼會有火車的汽笛 對 對 現在都打電動 我真厲害 我好愛她那支廣告 我沒講 因為我 欸 可是真的啦 秀卿姐我真的沒有講 對啊 你們都不知道是秀卿姐啊 欸欸 妳都猜錯了 秀卿姐那麼瘦 怎麼可能 欸欸 好啊 來